澳洲总理阿伯特下台 腾伯取而代之 通往澳洲总理宝座的大门又开始轮流转啦 在支持率低下的澳洲自由党主席阿伯特 被替出重选名单后 马尔康腾伯成为了澳洲五年多以来第五位澳洲总理 腾伯曾经担任过记者和律师 并在网络爆炸时代成为大企业家 他的成功让他在许多领域都成为指标性的人物 而众人唾弃的阿伯特则是捧着死脑筋盲目骂街的政客 在把这位乱花钱乱行政搞负债搞不定经济的无能总理拉下台后 这些自由主义者把挽回选民的重任 交到理想主义者腾伯手上 自由党还表示他们讨厌官僚 其他国家的选举是缓慢又冗长 澳洲的选举居然可以一夜换总理 实在太有效率啦